大家好我是嘉明 今次要介紹的角色就是水狐狸 在白美湖外傳出的時候 九美湖這個角色已經有一定的人氣了 果然官方最後都將它製作成為 玩家可以使用的角色 這樣就令我想到 難道只要在遊戲中曾經出現的人物 日後都會成為新角色? 我們先來看看角色的故事 加拉姆是一位九美湖之星 由於美巴的數目比白美湖內利多一條 所以法力都比較高 我想應該不是說前面那一條吧 加拉姆就有一位非常要好的夥伴 叫做塔利 因為一班貪心的人類想搶走智性的力量 最終導致他們陰陽相隔 悲憤的加拉姆甚至進入暴走狀態 幸好最後有內利的幫助才變回正常 自此他就踏上了修行的路 希望透過射箭來控制自己 讓自己不會再次暴走 主動以愛去感染世界 修煉了一段時間之後 大香里出生的加拉姆 完全與世界脫節 不以為先進的科技都是法術的一種 所以他覺得當時最偉大的科學家蘇希 肯定都是一位自成 故事到這裏就結束了 大家可以在白尾湖的外傳了解更多 接著我們來看看角色的能力 水狐狸可以裝備的武器是弓和籃 一般攻擊會回復全隊HP 連鎖技能由消沉轉為滯空 五星特殊能力是裝備弓的時候 攻擊力提升20% 而裝備籃的時候 回血量就會加倍 五星滿覺醒的時候 組隊技能是水屬性傷害增加50% 專武效果是一般攻擊的散射傷害提升50% 如果只是命中一位敵人的時候 就會再造成額外20%傷害 之後看看實際的操作 水狐狸裝備弓的時候 一般攻擊總共五下 最後一下才會有補血的效果 經過測試之後 補血量就是水狐狸治癒值的20% 所以水狐狸的補血量 會受到裝備以及卡片的影響 水狐狸的攻擊 只有散射和使用連鎖技能的時候 才可以穿牆 但是就會受到高低差的影響 而在裝備籃的時候 攻擊就和白尾湖一樣 全部攻擊都可以穿牆 而且無時高低差 補血同樣都是最後一下攻擊才會發動 而補血量在經過測試之後 就有點奇怪了 我的水狐狸還未五星 但是補血量就是他的治癒值的40% 所以五星有特殊能力加成之後 就會變成80% 以最高練度的狀態去計算 治癒值一萬的時候 就可以補到8000血 感覺上非常誇張 希望有五星水狐狸的朋友可以試一試 然後在下面留言告訴大家 介紹就到這裡 如果你問我是不是一定要抽水狐狸 我認為對於新手來說 水狐狸的確是非常強的輸出角色 但就和暗炮一樣是玻璃大炮 如果沒有其他角色的輔助 發揮不到他最強的實力 所以就不太建議all in 對於老手來說 在有適當的隊員配合下 水狐狸在羅馬競技場上的表現非常出色 而且純屬隊的出場機會越來越大 所以在有資源多的情況下 非常建議練一隻 不過在這裡就要提一提了 航班的新角色已經公佈了 是一隻非常強的暗屬角色 所以大家就可以不用太急 到最後 如果你問我 還問?已經抽了 你還問? 不要啦 影片到這裡就完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like和share 還有希望你可以按一下 右下角的subscribe 多一個對我來說都已經很重要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